下面要说的这封信写于72年前 写信的人很多人都不太熟悉 甚至连关于他的一张照片都没有找到 信中也没有写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 但我依然强烈地想把这封信分享给大家 因为在这封信中我仿佛看到了我自己 好的 让我们穿越时空 这封信中的封信 这应该是余峰家属 这应该是一个出去打仗的孩子 然后给家里回了一封书信 你的这个作者能有了解吗 不太了解 可能回去会搜一下他 就是以前的生平诗迹 然后了解一下 张文二兄 将近九年光景 因不了解咱家的社会情况 未敢贸然写信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在父亲面前不忍流下的泪珠 才一连串的躺了下来 对于现在幸福的环境 还有对于爸妈 时刻在你身边 然后这种安全感 是非常珍惜的 然后也是想跟观众朋友们说 珍惜自己的父母 不要让父母在自己看不见的地方老去 一阳千玺都不用猜 生于两千年对吧 对 这封信看了吗 看过 有什么样的感觉 感觉就是 我们现在能在这种和平的年代 然后非常的幸福 说得好啊 不过我在看这封信的时候 我真的仿佛看到了我自己 你呢 我也看到了 现在和过去的自己 现在和过去的自己 那接下来这封信 到底是什么内容呢 我们有请姓史步入独姓区 让我们开启信件 让我们开启信件 我们回到1946年 写信的人叫冯廷凯 禁忌鲁域军区野战军三众队九旅二十六团司令部作战参谋 这是他参军八年以后第一次以公开身份写给家里的信 而收信人是他的两个哥哥 张 荣 二兄 第一次事变后 依然走出饥寒的家庭 参加了人民的子弟兵 八路军 将近九年光景 因不了解咱乡的社会情况 未敢贸然写信 恐信到家后 引起不幸之事件 咱家的情景 我是想象到的 尤其想到 在贫苦日子里 熬肩着的苦命的双亲 几年迈的祖母 他们也许 我不敢往下想 哥哥 你们会意味到 我没有直接给二老写信的意思吧 冯廷凯离家参军的时候 只有十五岁 他的父亲叫冯清泰 在抗日战争初期 就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是村里最早的党员之一 入午初期 私家心尤切 一天 正念着父亲这几年来 体衰面瘦 显然是由于长期负着咱一家的生死重担 常受饥寒威胁 而苦愁所致 正在沉默思念 适逢父亲 从遥远的家乡 在兵马慌乱中 冒着一路艰险 在夕阳之高落镇 与我见面了 父亲身锁着愁眉 睁着一对深深的大眼 看着我 但又说不出什么来 我突然感到了一种 说不出的伤惨 但是父亲内心的悲哀 又是怎么样呢 第三天 我送父亲出了村口 一阵阵的悲酸 只涌上心头来 但在父亲面前 强违欢喜 表露着愉快的情绪 映着心肠说几句安慰父亲的话 我望着父亲的背影 直到看不见时 方才会转身来 在父亲面前不忍流下的泪珠 才一连串地躺了下来 我简直想放声大哭 这也许是最后一次见面吧 一连好几天 总在担心着 这一段遥远真心的路程上 年老生姑的爸爸 爸爸 冯廷凯在部队成长很快 1938年他还是个新兵 到了1940年百团大战的时候 他已经成长为一名部队的指挥员 后来他所在的部队 改编为禁忌鲁狱军区第三纵队 成为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禁忌鲁狱野战军的主力部队 参加了刘邓大军几乎所有的战役 中国人民的灾难 和我们一生所以得到这样的遭遇 只得震撼日本法西斯的凶恶残暴 也不得不埋怨我国当权者的腐败无能 提起来话而长 记得1939年 偶遇熟人告我说 你走后不久 既有坏分子恶意造谣云 皇军讨伐大劫 八路大步溃散 冯家儿子已毙命将场 故家人日夜痛哭不止 特别是母亲 我听了 突然心头狂跳 对恶意造谣者恨之入骨 然愤恨之语 又不觉激然泪下 妈妈 我们应擦干自己的眼泪 我万一不幸为人民战死 那也无需忽苦 你看 交场上躺着的那些词序 哪一个不是她妈妈的爱儿 离别之情一言难尽 我现在很健壮 一切均不敢困难 想咱一家最幸福 最愉快的就是我自己了 请不必顾念 我在禁忌鲁域军区 第三纵队 步兵第九旅 第二十六团任作战参谋 先住在安西取构级 来信可交河南安阳交通总局 转九旅第二十六团 教我即可 我在情况许可时回家一探 西千万不要来找 因部队住房不定 或东或西恐不欲找寻 最幸福最愉快的就是自己了 这是对家人的宽慰 但也应该是真实的心情 战火中的青春 为什么是最幸福愉快的呢 我们不难分析出其中的原因 那就是追梦路上的自我实现 一九四五年九月 冯廷凯参加上党战役 离家很近很近 但是战事紧急 仍然未能回家 一九四六年九月 冯廷凯在部队修整时 突遭敌机轰炸 当场牺牲 享年二十三岁 在这场竹梦的道路上 他没能够再回家看一看 而离家最近的时候 也只有几十公里 我想当初从家门走出 在途中独行的我 心中是怎么兴奋 但又是为何悲伤啊 爹娘啊 你这刚能扎持远非幼稚的孩儿 从此就不能顾念你们了 哥哥呀 我对爹娘应尽的一切 也完全交付你们了 咬住何家老幼安康 亭凯 四月念五号 就历三月念三 冯廷凯在当兵的时候 还没有你现在年龄大 他十五岁就当兵了 像你这个年龄的时候 他已经成了部队的指挥员了 同样都是年轻人 都在逐梦的路上 青年强则国家强 青年星则国家星 读这个信以前 可能我们年轻人想的就是 为自己喜欢的事情 为自己的梦想去努力奋斗奔波 但是读完这封信以后 我觉得个人的梦想 和国家的梦想和发展 富强是密不可分的 真是我们看到 一样千玺长大了是不是 这段话说的真的特别棒 今天我们还真的请到了 冯廷凯的一位亲人 我们掌声有请他 您好 您好 冯廷凯是您的什么人 是我的叔叔 叔叔 您是他的侄子 对 也就是说冯廷凯写这封信 其实就是写给你爸爸他们的 对 是吗 其实他不知道我爸爸 当时也在他参军两个月以后 也参军了 也参军去了 他不知道 所以他写给我父亲和我这个二叔 所以是这样的 现在想想你看一阳千玺 今年17岁 是吧 一个英姿勃发的少年 对 当时您的叔叔参加革命的时候 还没他大 15岁 当时当兵的时候是瞒着家里自己跑出去的 走着 走着 那天他是跟我这个 就他的弟弟妹妹 就我的叔叔姑姑 到这个地里去采那个桑叶 然后就走了 采桑叶呢 他其实已经埋下这个 要走 就说我去那边去看看去 就看看有没有那边有没有桑树叶 或者多一些 等他半天他不回来 都到处找 找不回来 这样的话他就 我的叔叔姑姑马上回到家 告诉我的爷爷奶奶 他走之前 因为我们那个村里呢 住过八路军 他就流露出了 说我想当兵 说我走之前要穿上一双新鞋走 当时我奶奶那马上从乡里翻那个 找这双新鞋 没了 就看没了 就知道他走了 我们特别遗憾啊 我们想尽了一切办法 都没能够找到冯廷凯的照片 我从18岁开始 就是想追寻我叔叔的足迹 想通过他的部队和他的战友 能够 索取到一张他的 哪怕是模糊的照片 对 哪怕有个影子 但是很遗憾 就说他没有实现这个愿望 前几年我们都会说 质疑我们有没有信仰 我们中国人从来就没有缺少过信仰 这种信仰 就是跟苦难的抗争 对幸福的追逐 而我觉得支撑我们心中这份信仰 恰巧 就是我们的这些前辈 我们的传统 有了他们 我们便有了前行的根 妈妈 我们应擦干自己的眼泪 我万一不幸为人民战死 那也无需忽苦 你看 江场上躺着的那些此事 哪一个不是他妈妈的爱儿 我们都会打破 这些婊子 做法 有任何人 これ可以做的 感谢观看